應該有越來越多觀眾會覺得 演藝圈有... 越來越多做自己的女生 應該是妳帶起這個風潮是吧 你幹嘛這樣啊 你會被逮捕耶 不要...我們再跟觀音聊天 不要這樣子 沒事... 你剛剛那是什麼意思 褲子為什麼不扣好 不是啊 有...有沒扣好 LALALAL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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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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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因為為什麼 Tenni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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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因為今天聊大膽嘛 有人敢這樣做嗎 不是聊大膽不是噁心 你只有什麼大膽 所以我穿起來了嗎 所以我穿起來 我們要來玩找找看的遊戲 妳知道這裡面 這麼多人裡面 有一個我們認識的人耶 我看到了 他如果不圈出來 妳會看到嗎 如果不圈出來 看不到 所以是什麼瘋子 會把自己從這裡面圈出來 因為這是很重大的事件耶 對... 這是在巴西... 也是在巴西發生的 我是去看那個足球賽 然後我們剛好有人說 我們買得到嗎 對 就是大家很High 因為那個是決賽賽 是 然後就不知道就怎麼樣子發生 就是我們本來是每一站 每一個牌子是要站一個人 但是後來我們站差不多四個人 所以非常非常的急 然後在中間很High的時候 突然很High 然後應該是從上面 就有一個人跌倒 然後就跌... 然後一直從上面一直壓... 壓到我們前面那邊去 並不是球迷鬧事 是不小心跌下來 是 不小心跌下去了 然後就一層一層跌 一層一層 因為我們人太多了 你後面的人推你 你只能往前面推 沒有那個點可以站住 對 因為那一場其實有三個人失亡 因為... 被壓 被壓死了 我是被壓到我的腰底下 然後壓了差不多 我也不知道多久 應該是有十五分鐘左右 我的腿已經都麻掉了 然後最後我快... 我差一點要起來 最可怕的是 你要起來的時候 你還在壓別的人 你明明就是知道你在壓別的人 你還是要掙扎 對 你還是要 然後因為不然你就是 真的沒辦法起來 然後我終於快要起來的時候 就突然有第二波 然後我就真的是 整個都被... 就被溺在那個裡面 所以我的臉應該也是 在誰的屁股裡面之類的 我真正的醒來的時候 我已經在那個... 那個打... 足球場上 對 我就是躺在那邊 然後我腳... 在講巴西隊出身 你說昏倒在足球場上嗎 就是我有一點點意識 然後我沒辦法站起來 因為我腿已經完全被壓到沒有力了 麻痺 記得有一次我跟小S跟她老公 還有我們一群朋友 好像是參加婚禮還是什麼 我們在上海 上海 然後那一次我記得就是 我們大家都在包廂裡面唱歌 然後我們什麼歌 最舊的歌都點了 然後就一直唱 然後那天還有許多人 可是就是我們幾個女生 一直在唱 然後就覺得 開始就覺得很High 然後就拿桌上那個冰桶 我就開始往上潑 我記得我那時候 我也是把剩下冰塊融化的 也潑在大家身上 然後我就記得那天好像包廂 聽說隔一天 結果都還滿臭的 因為就一直...就都融化了 我跟他喝醉是真的 會讓旁人有點害怕的 就是場面有時候會走掉 因為也是在上海那一次 然後就是也是去夜店 然後就其中一個我老公的朋友 就大家就喝開了 然後就在那邊互相吆喝說 妳有沒有種就把上衣脫掉 然後那個人也是很趕 他就說誰怕誰啊 他就在官裡面就把上衣脫掉 然後他就已經在那邊熱舞 然後大家就已經笑成一個男的 大家已經笑成一團 然後覺得差不多可以收場了 然後官員就說 就跑過去然後就把他的衣服拿走 就說現在不讓你穿 然後那男人就僵在那邊 然後大家就開始變成是嘲笑他 然後他最後就惱羞成 他就一個裸上身 然後就開始你再去氣了 然後就歡樂的氣氛都沒了 他就說 現在怎樣啦 就罵他就說 我剛好 除了美女出去旅行的時候 會碰到說人家買酒請妳們喝 或者是希望跟妳們分享一個桌子 吃飯這種事嗎 也會啦 會啊 其實不認識的或者是 不管是請妳吃東西 或送妳東西什麼 其實我都是不會接受 妳說妳就算在POP裡面 如果有人送酒過來說 那個人請妳喝的也不喝嗎 對啊 我就會說不用了 謝謝 那這樣對方不是會氣到不行 為什麼會這樣會氣啊 因為他會覺得被拒絕的憤怒啊 不會啦 妳應該是只要酒類就不拒絕吧 就還會看對方面上啦 如果看起來是面善的話 有人買過酒請妳喝嗎 有啊 以前... 以前在夜...跟我老公... 妳說妹嗎 不是 小妹 以前我老公帶我去LA旅行 那時候我們還在曖昧期 然後還沒有就是怎麼樣 正視怎麼樣 對 然後我們就去夜店 然後就有一個黑人看到我 他是這樣 驚偉千人 對 然後他就說 Do you have boyfriend? 然後因為我跟我老公還不是說 還沒有正視 然後我就在那邊害羞 然後他就說 哪一個男人娶到妳 他就是世界上最幸運的男人 對... 然後我就好爽 我問妳酒的故事 妳講的在什麼 我沒有聽到酒的故事 就是說在夜店是很吃得開的 那他有買酒給妳喝嗎 沒有買酒 可是講這一席話就已經是 在夜店就很受矚目 那當時妳先生在哪裡 他就在旁邊 然後他沒有出馬說 這是我的女朋友 沒有 他就很得意 我當時就想說天助我耶 就讓我男友聽到這一席話 就想說太爽了 所以徐海君娶妳 就是因為那個人長了一句 所以娶妳就會呈現這張片 受到那個黑人的鼓舞 對 請問妳在哪裡摸鯊魚啊 就是在飛機 感覺很可愛啦 很可愛 是在水族館還是在真的海裡 沒有 是真的海裡 有沒有那種 就是有人真的是在餵鯊魚的 對 我就把牙齒拉起來 對 那其實 不是 牠不會在餵鯊魚 就把牠牙齒拔下來 沒有... 那就是因為牠們會斷牙齒 所以妳就可以剪掉 然後一般餵鯊魚 我以為其實我們是去拍節目的 然後我聽到的時候我很期待 但是我以為我們是在一個籠子裡面 一般會想到妳就是在籠子 然後妳就 紀錄片裡面都是在籠子裡面 我真的也是以為是這樣子 後來我們到那邊的時候我問了 他說沒有 那真的是野生的鯊魚 然後我們就是像這樣子 就這樣子下水 然後妳手上拿著食物嗎 就食物 然後妳就稍微放在這邊丟一下 然後妳看牠鯊魚的時候 牠其實是會過來去吃 然後我是站在那個餵鯊魚的正旁邊 所以牠們剛吃完那個魚頭 牠就會直接看著妳 妳餵著食物是一個魚的頭啊 魚頭 對 就不是鯊魚頭啦 是其他的魚頭 妳是鯊魚頭 妳就拿著一個鯊魚頭 因為牠覺得嘴巴已經有東西了 然後牠就看到 可是鯊魚的鼻子 比那個嘴巴的位置前面很多耶 那妳餵的時候 不是牠鼻子都快撞到妳的臉了嗎 是 沒錯 而且妳要把... 就是牠的嘴...牠打開嘴巴 其實牠的鼻子已經在妳頭上了 因為牠們都是非常的專業的 所以牠們也知道說 妳說鯊魚嗎 鯊魚... 所以牠們也採排過怎麼樣 我沒有吃比較不會刷到人類 是不是 那一次就是 我通常我行李不會不見 行李 然後呢 可是那一次就好死不死 我的行李是第一個被拿出來的 然後呢 應該是要放在車上對不對 第一個就被放在車上 但是呢 我的行李沒有被放在車上 然後呢 我就到最後每個人都弄好... 然後我就跟他們講說 我的行李在哪裡 因為是第一個出來 我想說是不是放在裡面 他說 怎麼沒有妳的行李 我想說 不行 沒有我的行李啊 我的行李 我才到了第一天 因為那天是工作要去的 要去四 五天 可是那個時候我就覺得說 我很想回家 我想說我不能... 我不能待在越南 我現在立刻要回台灣 因為沒有行李 因為沒有行李 再加上 然後呢 妳為什麼要跟乃哥去玩 因為是乃哥帶我們去旅遊的啊 就是那個節目 越南的節目 所以乃哥站在妳旁邊 陪妳找不見的行李 對 兩個小時 我找了兩個小時的行李 然後乃哥就在旁邊 到底誰行李不見啊 現在是怎麼樣啦 我已經安排很多好吃的餐廳 現在是怎麼延遲啦 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就想說完蛋完了 乃哥已經在生氣 我想我回家... 我說乃哥沒關係 我就不要錄了 我就先回台灣好了 你們就繼續玩你們的 然後我就一直說 乃哥不好意思 真的 我先回台灣 對啊 那徐乃玲為什麼不可以 這樣回去就算了 他就說還是要找到啊 還是要等啊 那妳壓力很大耶 因為妳如果一個人等的話 還沒那麼可怕 而且很多人的心理不見得算 所以這故事可怕的點是什麼 乃哥在等妳喔 這樣鯊魚餵出去還可以看 妳應該被鯊魚輕輕咬一口 不要讓我們乃哥在等妳 乃哥耶 他獨愛發皮也還好啦 就是妳的胖長輩等就是不好意思 其實後來乃哥就在車上就睡覺 然後就等我們辦完 他就把氣這樣消一消 那時候有沒有想說 希望他一個人都不要穿黑衣服 好可怕